先讲述构造直线 首先点击菜单栏基本测量 打开直线构造的界面 直线构造包括拟合、对称、切线、投影、平移、两面相交、垂线、平行线、矢量逆向、提取轴、重构和理论元素 拟合是使用已有测量元素的特征点或测量点拟合新元素 要求第一个元素必须为实测元素 其他的元素可以为实测元素也可以为理论元素 从结果中拖元素或鼠标中键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条件的元素才可被添加 在元素列表中右键 支持元素的删除和清空操作 若要应用添加元素的测量点进行拟合直线 可勾选测量点 若不勾选 则默认是应用添加元素的特征点进行直线拟合 若拟合直线需要辅助投影或使量计算 可在界面辅助功能处选择投影或使量 选择计算平面 若不需要修改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拟合直线生成 且在CED窗口显示 对称是利用已有两个线性元素构造对称线 适用以测量元素拟合新元素 要求 元素一必须是实测元素 元素二可以为实测元素 也可以为理论元素 且都必须是线性元素 得到的对称线 使量方向与第一个元素方向相同 若给定理论值 则对称线的使量方向为给定的理论方向 从结果中拖元素或鼠标中间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条件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 若不需要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生成 对称线的程序节点 且 在CED窗口 显示对称线 切线是构造两个共面圆的切线 或过圆外一点求圆的切线 要求 元素一 必须为实测的圆 元素二 可以为实测点性元素 当元素一为理论的圆时 元素二 必须为实测点性元素 从结果中拖元素 或鼠标中键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条件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若两个元素不共面 软件会自动投影元素二 到元素一的所在平面进行计算 若需修改理论值 可勾选理论 不修改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生成 结果及程序 并且在CAD窗口 可以看到 元素二点 对元素一圆的切线 投影 是构造 面外的线性元素 投影到指定平面 或工作平面的直线 要求 元素一 必须为实测 直线 或轴线 元素二 可以为实测面 也可以为理论面 若元素二不存在 则默认 投影到当前工作平面 从结果中拖元素 或点击鼠标中键 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要求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 不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投影线生成 并且在CAD窗口 显示生成的投影线 平移 是将多个点信元素 平移一定亮后 拟合生成新直线 要求 第一个元素 必须为实测元素 其他元素 可以为实测元素 也可以为理论元素 从结果中拖元素 或点击鼠标中键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要求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添加之后 在距离处双击 输入每个元素的偏移量 输入完成之后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 进行修改 若不需要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在界面 生成结果及程序 同时 在CAD窗口 显示 构造好的 平移线 两面相交 是构造两平面的相交直线 要求 元素一必须为实测平面 元素二 可以为实测平面 也可以为理论平面 从结果中 拖元素 或点击鼠标中键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要求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添加之后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修改 若不需要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在界面 生成结果及程序 同时 在CAD窗口显示 两个平面 构造的相交线 垂线 是过线性元素 或平面外一点 做其垂线 要求 元素一 为直线 或者轴线 或平面 元素二 为点性元素 两个元素中 至少有一个 为实测元素 从结果中拖元素 或点击鼠标中键 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要求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勾选理论进行修改 不需要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结果和程序 在软件界面生成 同时 在CED窗口 显示 创建的垂线 平行线 是过直线外一点 做已知直线的平行线 要求 元素一 必须为实测直线 或轴线 元素二 可以为实测点性元素 也可以为理论点性元素 从结果中拖元素 或点击鼠标中键 添加元素 只有符合要求的元素 才可被添加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进行修改 若不需要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在软件界面 生成结果及程序 同时 在CED窗口显示 构造的平行线 持量逆向 是将直线的持量方向 逆向后 生成新的直线 这里 我们将直线2 原实量方向为100的直线 拖入到 构造界面 若需要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 不修改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生成的直线12 使量方向为-100 使量逆向 且同时显示在 CED界面 提取 是将线性元素的轴线 及椭圆 方槽 圆槽的长轴 提取构造直线 这里 我们演示一下 将方槽的长轴 提取构造直线 首先 从结果 将方槽 拖入到 构造界面 若需修改理论值 则勾选理论 若不修改 则不勾选 点击创建 生成的直线13 为 提取的长轴 所构造的直线 同时 在CED窗口 显示该直线 重构 是将实测的直线 重构 生成一个新的直线 此种类型 只能同类在线 理论元素 是指 手动的输入直线的 XYZ值 以及I接开 矢量方向 长度 点击创建 生成一个新的理论元素 与理论点构造 操作类似